土耳其國防部在聲明中表示 位於伊拉克巴什卡的軍事基地 遭到三枚火箭彈攻擊 其中一枚擊中基地 造成一名土耳其士兵死亡 另外兩枚則落入附近村莊 一名女童受傷 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地區的駐軍 既是北約特遣隊的一部分 也是打擊當地霍爾格武裝的軍事力量 當天早些時候 美軍駐伊拉克海爾比勒機場附近的軍事基地 也遭到攻擊 一架無人機向美軍駐地投放了爆炸物 目前沒有傳出人員傷亡的報告 這是目前為止 埃爾比勒美軍駐地第一次遭到無人機襲擊 伊拉克的親伊朗武裝被懷疑是幕後主使 此前 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基地和大使館 已多次遭到親伊朗武裝的火箭彈攻擊 而土耳其駐軍也是這些武裝分子的打擊對象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